三十三層高樓大廈 八號下午金船 三歲女童從樓頂墜下 差點小命不保 一大張白神防護網 掛在社區內 就是這個關鍵設施 讓從三十二樓墜下的女童 幸運逃過死劫 八號下午一點多 台中市南區的一棟大樓 住在三十二樓的住戶 阿嬤到頂樓去曬衣服 把三歲女童獨自留在家中 沒想到女童意外 從三十二樓掉到三樓 幸好傷勢沒有大礙 這棟大樓的三樓 有家裝防護網 順利接住女童 再加上二樓有玻璃遮雨棚 雙重緩衝 保住性命 阿嬤為了晾衣服 一度把三歲女童 獨自留在家中 就是這短短的時間 意外就發生 照顧者的疏失也有違法 女童墜落將近三十層樓 受到好大驚嚇 不過好在大樓住戶防護網 還有遮光照救了她一命 幸好沒釀出人命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三新聞無疑者羅沛於台中採訪報導